今天都以精神科為主 現在高壓的社會精神科醫師 扮演的角色 一般人對於身心科求診難以其次 到底他們什麼樣的人 會去看他們呢 我們來看看有哪些情形 好 來看一下 生活壓力大 小心別出病 各位要知道 一般壓力最大是哪一項 哪一項 就是你的親人 尤其是你的伴侶 但是如果男人55歲死老婆 不一定是最大的壓力 你是說老來上偶嘛對不對 就是親密愛人的死亡 小三死亡可能會傷心 另外一個死亡可能會高興 OK 第二名的話 是親密愛人的生病 第三名是離婚 所以在排行前十名重大壓力裡面 離婚跟結婚這兩件事情 也是一個壓力的來源 我有個個案非常有趣 他的壓力不是來自這樣 他大概是經濟壓力 經濟壓力大概排行第五名 就台灣來講看你經濟實力 如果你是超過一年的收入的話 可能會超過所謂的這個 百分之五十 比如說你一年賺一百萬 如果有五十萬的負債你就會壓力 但我就有個個案 他媽媽剛好不小心簽個會 倒了這個會 所以必須要繼續幫媽媽還這個會 然後他就到夜店裡面去 本來是當DJ 後來覺得這樣賺得稍微慢一點 但因為夜店晚上還是要 可能拉K或是心愛肺肌提神 所以他有一天 身體都搞壞了 他還不好睡 那當場有一天就到我那邊看門 希望說有沒有一個方法 可以讓他比較好睡一點 可是當場我這輩子印象最深刻 是一個美女當我的面 突然間 他來不及上洗手間 OK 他突然間就是 感覺上好像突然有在 整間內下雨的現象 因為Lucky最受傷的就是膀胱 所以這個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你以為這個壓力 大到什麼程度 那這個女孩他為了 要幫媽媽還這個債 所以產生這樣一個情形 你講的大概這十項裡面 我就占了三四項對不對 第一個當然就工作的壓力 再來就是家庭經濟的壓力 這個負債的問題 然後再加上就是 你自己在面對 因為在我們這個演藝圈 本來就是一個高壓的環境裡面 那我就曾經就是有 我的身材一直保持得很好 然後在一個月之內 突然就是胖了10公斤 幫我們借衣服的設計師就會說 小玲姐 你胖太多了 他說你本來穿S號 你現在變L號的 然後他把那L號拿來給我看說 你看你今天穿的是L號 我說 這是廠商搞錯了 貼錯了 不要切或什麼的 就是你自己根本不會 去在乎到這個事情 然後那就 然後再來就之後一個月之後 就 狂瘦10公斤到最後就是 我只能吃 就是喝湯或是泡爛的麵 你為什麼有壓力這麼大 是節目被停嗎 還是怎樣 不是...就因為我家裡的 因為家裡從就是出道開始 就是負債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你後來怎麼知道自己有檢驗 自己是憂鬱症 我後來不知道 我後來是因為有一天 就是我跟朋友約了吃飯 吃完飯之後呢 就吃到一半我就已經受不了 我覺得我是重度感冒 很不舒服 然後那個時候台灣還沒有就是 這麼普遍的身心科這些的 然後我就去了一個家醫科 叫林青谷 然後我就去看他 看到他以後我就跟他講說 我的狀況 然後他就說他就檢查 檢查完了以後 因為我說我的骨頭好痛 因為感冒 重感冒骨頭會痛 我說我痛到連皮膚 就是吹一下或碰一下 都覺得好痛 然後頭很痛 然後他看完以後 他跟我講 那你這個不是感冒 他說 我說 這樣看也看得出來 我說你怎麼知道我是憂鬱症 然後他說因為第一個 首先你全身上下 他說你沒有發炎的反應 喉嚨鼻子什麼 都沒有發炎的反應 那我還是不太相信 後來他就跟我講 他說那我開藥給你 他說這個藥你回去試著吃 他說你如果吃下去以後 一般人如果說你沒有這個病 你失去以後你會想睡覺 你會覺得就是 有一點鎮定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有憂鬱症的話 你吃下去以後 你會覺得心情很棒 然後世界和平 然後會覺得 哇 人生一變美好 我會講是嗎 我後來就回去試 我試完了以後 我就覺得 世界真美好 我都覺得 他們好棒喔 他們都好好喔 我吃了一個禮拜之後 我就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本身的 他抗壓力很強 人的特質很強 我本身的力量是很強的 所以五六千萬 沒有啊 但是你就講了 就結婚 我後來再一次的犯病 就是因為我跟我老公 在交往的時候 我就整個就 又又抓起來了 有人又覺得 就是你好像要 我好喜歡他 我好想跟他在一起 可是這個人 他就不是那種 會寵我們的人 然後就會 就是他像教官一樣 一直要調整我們 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 你又覺得這個人 你要跟他走一輩子 可是我又不想覺得 被人家這樣子 調整的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結婚會第七名 看到沒有 對啊 所以我沒有想到 原來是 結婚會有恐慌症 然後離婚也會難過 離婚是第三名 對 離婚第三 那盧學瑞呢 你 從之前比賽 比賽那時候很瘦 對 然後可是那時候 真的是因為 就壓力非常大 就是我覺得有非常多的 就是大家 突然間啦 因為就受到大家注目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很緊張 我那時候反而還有 我只要看到三個以上的 就是我的就陌生人 就是迎面走來 然後我就會開始冷汗直流 然後而且 昏絕 真的是昏絕 然後 而且我嚴重到後來 我真的是很像盲人一樣 因為我就是 我都會帶一個朋友出去 然後我朋友就要 就站我前面 因為我不敢看到人 所以我就會扶著他肩膀 然後就這樣子走 那時候更 就最慘的是 我就把自己關在房間裡面 然後 我媽媽就是 早午餐 然後還有晚餐 她是敲門 然後放在那個 我的房間門口 所以妳這樣一直吃吃吃胖的 對 我那時候吃 我那時候非常快 我那時候 花了三個 因為我從77公斤 然後變成117公斤 好燙喔 對 妳媽媽也會煮料理太好了 沒有 因為那時候是真的 就是一直吃 其實在精神醫學裡面 有一種叫 那我們人碰到壓力的時候 你很多種 紓壓方法 那吃東西 就常常是一種紓壓方法 你吃東西 如果你沒有去選擇 適當的食物 你又不去運動 那你心情不好 怎麼還會有胃口 你就心情不好 因為他們應該換個方式講 就是說我們在有一些人 我們都會碰到喜怒哀樂 碰到不快樂的事 你有很多我們叫做 陰陰的策略 那不會有些人 會把它去吃 比如說高熱量的東西 因為吃了高熱量的東西 短暫的你的血糖會升高 你的下四秋的那個生理中心 會獲得一種滿足感 你當下會爽的感覺 但是你就很怕 就是你不知節制的話 你就會從70幾 飆到120 然後一看到自己的形象 完蛋了 那變成更惡性循環 就是惡性循環更糟了 然後我那時候還很誇張 我那時候就是 因為出去的時候 就剛好就是去試鏡 然後就是有製作人講 就一看到我 他就說 對 我那時候覺得很難過 然後就想說 那不行 那我一定要想辦法 然後那時候看到那個 電視上 那時候奧斯卡 然後安海思維就講說 他為了走星光大道 然後他去吃土 對 就是他可能試的是那種 後來才知道 他是吃那種營養土 什麼 對 然後可是我那時候不知道 然後因為也沒有錢 所以我那時候 因為我媽就是會種一些盆栽什麼的 我還偷偷的 就是趁他們不在的時候 就挖幾口土 然後來吃 然後吃到 就第二天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那時候就哭了 就覺得說我自己到底為了什麼 而生活 所以你覺醒了嗎 那時候 我那時候就是 就是算是 就是看開 可是也不知道該怎麼做 就還是很無力 你就算有領務也要看醫師吧 有沒有去看醫師 就那時候他有一個 我一個朋友 他是藥劑師 然後他就有推薦我去做一個 就是找他的一個朋友 也是心理諮詢這樣子 可是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 我又不認識你 我幹嘛要對你 陌生人 對 你說這些事情 所以心理的話 對 那時候也沒辦法 然後去了兩三次之後 我就是 不要 我不要再去了 然後後來真的是因為 家人跟朋友陪伴 才慢慢的 再花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時間吧 你剛剛有一段話我覺得有點可惜 那種可惜就是說 你去做了心理諮商 你剛剛一開始的話是不正確的 就是說 我跟你又不熟 我幹嘛要講秘密給你聽 像我就講一個 強迫症的個案給大家分享 因為強迫症大家知道嘛 就是常常在洗手 然後瓦斯等等 刷牙 它很多叫做check it 就是要檢查或是clean 那種的動作 那大家如果去看書你就知道 強迫症它需要吃藥 更需要深度心理治療 像我有一個個案 30幾歲非常優秀 是一個科技人 那各位你要知道 你如果我們是受過專業訓練的 知道強迫症它背後 它心理因素常常是 它其實常常會對於他家裡面 某一些照顧他的人 特別是長輩 也就是存在那種很不爽的感覺 所以當我跟他提到你爸爸 他爸爸的時候 他一邊跟我說 他這爸爸是老師 很好 老師 他爸爸從小就教我做人道理 什麼什麼的 可是當他講話的時候 我就發現他 然後更誇張的是 你看到他手一直在滴汗 在滴汗 這什麼叫手在滴汗呢 其實呼應這樣 明潔你剛剛提的 你說你會全身疼痛 你做檢查報告之後說正常 你說你陰險 你可能去做腦波電腦段都正常 其實那是因為 為什麼他會自律神經失調 因為他當下 我說你來看看 你現在這一段 你看看你手心出了這麼多汗 表示你怎麼樣 你應該對爸爸的感覺 不是你現在嘴巴跟我講的那樣 一聽他就大哭了 他就說 原來實際上面 他這個爸爸讓他覺得 就好像武俠小說常常講的 那種樂不群有沒有 做一套 所以他這種衝突 他會有一種忍不得說是 打他爸爸的 那種打不能打 不能打 所以他就洗手了 因為那種念頭不能讓他出來 所以強迫症的心理悲癮 就是在洗掉什麼 洗掉一些骯髒的想法 洗掉一些污秽的想法 那這種東西情形色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人 又不是這樣子 有一些人我們也碰過 像我們這一科 有時候就要扮演FBI的 什麼樣扮演FBI呢 像我有一次碰到有一個個案 爸爸媽媽陪他來 說什麼呢 他說楊醫師 你應該要幫我兒子 開一種精神病的診斷 我會說為什麼要開診斷 你看看 你看看 這個教授 這個教授是你的老師吧 我說對啊 你看看 他當兵的時候 我兒子當兵的時候 他開了一個診斷 叫做精神病 所以免疫 所以你應該要幫我 再剛剛開一個 我看他一個穿著西裝鼻挺著 我心裡講 這個診斷跟他的人 我兜不上來 我說那我先請教你 為什麼要我開診斷證明 原來他有一個卡在 那他這時候呢 有意思就是說 拿著這張診斷證明呢 就沒卡在了 有這個意思在 我說你這個程序 在我們的專業來講 就某一個程度叫做 要精神鑑定 而且搞不好 還碰到有一些法律問題 叫司法精神鑑定 那要很嚴謹的 所以我們要做一些程序 對 他們也不能亂開 萬一真的開出來得了 就你知道這個人多誇張 我說我先 基本跟你對談一下好不好 我不清楚 你對數字這樣兩百萬 那我請問你 他的學歷背景是碩士的 我心裡腦完蛋裡面 就馬上OS了 來跟我們權威挑戰 我就馬上跟他說 爸爸還有你這個 媽媽還有你這個寶貝兒子 這種東西 一定要很小心的SOP 所以我們決定要讓你住院 因為住院才能觀察清楚嘛 好不好 他就說他本來還不答應了 隔一個禮拜以後他說 因為那債務公司 一直在打電話催了 他就說放話喔 不趕快協商的話 你會倒大美 好啦 就住院了 住院三天就離開了 怎麼發生什麼事呢 住院第一天 我們就安排心理師去跟他談 換心理師談完回來呢 很不爽 他說啊 我只開門見山第一題 測謊題我就超不爽 我問他說 請問太陽從哪一邊出來 我們真瘦耶 所以他就寫了四個字 十分可惡 然後我們就讓他住嘛 因為那是急性病房 你就會碰到情形設斥論 急性病患 在精神狀態不穩定的狀態是這樣 然後我跟他提醒 你小心不要被打到 第一個 第二個如果你覺得睡不好 或不安穩 我們還有保護室可以讓你用 到了第三天 他就主動過來說 我剛剛跟我爸媽通過電話 我們決定還是好好去跟人家 對方做這個解決 然後你就不用開證明了 我說你講得真好 你說要我來寫 你看看 我們的醫師 這個心理師下面有一段話 你注意看 你要不寫上去 可能給你麻煩更大 更大 像我之前遇到某位公務人員 他來的時候 一來就直接說 他有 然後可是呢 在我們在討論症狀的時候 發現他講的症狀 都不太上 但我覺得也有可能 因為有些時候 畢竟非專業人士 那也有可能發生說 就是可能道聽途說 或是自己上網查的 那跟自己認為的診斷是 和醫師認為是不一樣 這有可能 可是越問就越離奇 他一直很堅持說 一定要開診斷書不可 好 那我說問他為什麼 他說要跟三位請假 然後出診 就開診斷書 我想說因為法規規定 醫師不得無故不交付診斷書 好吧 那不然 如果診斷開的話 那我說我就強調說 我一定會註明 就是緊攻併駕之用 然後他就要我說 絕對不可以寫那幾個字 這時候越想越奇怪了 問起來就是目光不前 連哪一種症 我都診斷不太出來 然後診斷書的部分來說 不是說併駕嗎 那緊攻併駕之用又不行 到底為什麼 然後最後可能也是因為 他覺得一定要用一份診斷書 不可 然後最後突然白衝很強勢 然後病人就哭過來 就說 怎麼啦 其實後來還是想要 原來他是因為 偷拍女孩子的群體 然後被抓包了 所以他要有精神 對 他想要有個健身科的診斷 然後解釋說他的 乖離的行為是怎麼一回事 在過去當軍醫的時候 那確實碰到很多年輕人 壓力非常大 需要治療的例子 其中一個案例是 他的症狀是 一直整隻手癱瘓了 就不能動 你拿針刺他 拿火燒他 他都沒感覺 但我們不會做這種事情 那後來仔細去探究 原因是什麼 原來他在當兵前 他就是一個 像刺龍刺鳳 橫行鄉里 小霸王這一型的 那到了部隊 他還是這個吊吊 那當然學長幹過 都看他很不爽 有一次就跟班長頂撞 班長也生氣了 就手一推 他就砰 就跌到地上 肩膀著地 他就說好痛 好痛 那大家把他扶起來之後 他的整個手 右手 就是處於一個癱瘓的狀態 好 那去醫院檢查 但是全部都正常 各項檢查都正常 那這個就屬於這個 心理學的一種現象 好 就是人在面臨很大的 這個衝突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 顯醫師會跳出來 作為一種保護的機轉 把你的這個 手臂的這個神經 關閉掉了 好 因為在那個衝突之下 照他的本性 他會打回去 他一打就完蛋了 就犯軍法了 很重的罪 所以一掙扎 顯醫師跳出來 把他的神經關閉 這是真的這樣 對 這個叫做 打化症 那會開樂起來嗎 還是以後永遠就關閉了 一定會好 一定會好 只是慢慢好 還是快快好 我們如果 處理到這種個案 有時候要藉由 催眠會談 因為你要知道 他當下 他就是像馬醫師講的 他就是不能動 我們也碰到有一些 想要當著婆婆面 因為你在外面 準備要幹掉你 準備要打你 這時候偏攤了 你真的去做 還好 好壓軋 他這個電腦斷層沒有中風 你那時候要做一些催眠會談 有時候還需要做睡眠的觀測 你看為什麼呢 睡眠一睡著以後 他手會動 他手就自己在那邊抓癢 那你催眠會談 你可以在那種 在四歲四隱的時候 他的理性 那個過度壓抑的理性 會拔開來 有時候慢慢在吹倒他 說麻煩你現在把你的 右手舉起來 他就舉給你看了 所以你把他錄下來 等他 你現在有沒有錄的節目 對啊 瓜哥你現在講的又太神奇了 不是啊 你現在講真正的 以前綜藝節目就這樣 很流行 你現在是個小提醒這樣 對啊 不是嗎 以前那不是 我們那還是路過的對不對 對啊 所以那個是治療就對了 那是個今年的治療 所以楊醫師提到這個催眠的話 我有回想到一個更特別的案例 他也是個年輕人 去當兵 然後他的個性本來就很害羞內向 在軍中壓力非常大 然後不得已就住院了 那有一天我值班 半夜兩點鐘的時候 被工作人員叫起來 說你來看一看某某 他的狀態不太對勁 然後走在那個黑黑的走廊上 就聽到一個小女孩的哭聲 我心裡就好毛 因為我們 我們平常沒有 沒有在收小朋友 怎麼會有小女孩的 很小的小女孩的哭聲 那走到他的房間的時候 就看到他 是面向的牆角 抱著他的大腿 在錯氣 那這個哭的聲音 完完全全都是一個小女孩的聲音 是 那我就拍拍他的肩膀 請他轉過來跟他談一下 他的表情 他的肢體動作 他的語調 就是一個小女孩 那人在半夜三更被叫起來 一定會有情緒嘛 所以我就把他教訓了一 就 把他就把他 講出來了 都出口了 把他輔導了一發 然後把他 把他 好好輔導 對 心裡輔導一發 那第二天的時候 同樣尋到了這個病床 看到的是一個不太認識的人 一個大哥很有架勢 然後說 馬醫師 你昨天為什麼欺負咪咪 我很好奇就說 咪咪是哪一位啊 就昨天那個半夜在哭的小女孩 我那一刹挪 全身的漆皮疙瘩 都豎起來了 原來眼前的大哥 是昨天 昨天晚上的小女孩咪咪 跟原來那個 很害羞內向的 這個阿兵哥 是同一個人 所以他的多重人格 有幾個在他的身體裡面 對 目前觀察到了三個 只有三個 而且這個是裝不來的 因為他的整個人表情 他的散發那個磁場 是完完全不一樣 你就覺得是 三個靈魂 動在一個身體裡面 滿像韓劇裡面的 之前在國外 有一個很有名的 70年代有一部電影叫Sible 就是在講一個女生 她的身體 她有差不多六個人格 就是從小到大 因為遇過不同的一些經歷 變成就是有小太妹 然後就是有很騷的 風騷女郎人格 然後也有小女孩 也有小男生 什麼都有 也有老人 所以一個人他們就是 有的時候遇到一些問題 他們沒辦法自己去面對 控制的時候 他會把身體裡面的 另外一些的人格搬出來 去照顧 其實最經典 在美國內有一本書 叫比例的 戰爭 24個比例 好 比例戰爭 這種東西都常常會 有時候它會 遷入到一些司法的問題 這種個人極少見 然後極容易變成電視劇 電影劇的具材 因為它常常有很多 大家在討論 它存不存在這種概念 如果按照佛洛伊德講 我們每個人基本款 你就有三個我 你有道德的我 你有慾望的我 你有處理現實的我 你基本上就有三款 但是他到底能不能 那麼清楚說 像我們馬醫師 剛剛講那麼經典 在這個時候就這種款 在那時候就那個款 而且他互相獨立 這常常會有爭議 而且因為常常都發生在 有法律糾紛的案子裡面 所以你常常會 公說公有禮 婆說婆有禮的狀態 不過法官判過一個人 他因為有這個債務 他太太 他先生就把他太太 狂買東西的時候的樣子 跟他家裡的樣子 完全把它拍下來 不一樣 最後這個太太真的不用 去付那個卡債 不是 最後他那個買賣不算 他就把東西退回去 他是真實的 他是真實的 不是演出來的 因為有一些這樣子的病患 他們在發病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真的不是他們 然後我發現在 我遇到比較多例子 或聽到的例子中 男性遇到焦慮太大 壓力太大 到最後很容易就變成 那什麼是恐慌症 就一開始很像是心臟病 就是尤其是很多 像CEO或是主管 那種已經到了一個年紀 然後事業很成功 然後可能就突然 就突然胸口很緊 很像心臟病發 非常非常痛 然後呼吸不過氣 然後就覺得我快死掉了 天啊 到底發生什麼事 然後立刻就去醫院掛心臟科 結果一看就發現 做檢查沒有什麼問題 就好像都還滿健康的 然後就覺得很奇怪 那後來他就有可能 他的家人或朋友 建議他說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身心科 會不會是你 就是工作壓力過大 那就是工作很成功的成熟男性 要去看身心科 我怎麼可能因為精神有疾病 而不能控制我的身體 那種就是 大男人說 對 那個心情就很 就立刻很正常 就說怎麼可能我有病 沒有啦 去看看而已 就保健康嘛 對不對 就是保平安的概念 那好 那就去看了 那可能去看的時候 就發現 在他在描述一些症狀 就發現他其實是恐慌症 那恐慌症的症狀 其實最可怕的地方是 他跟心臟病一樣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 然後所以很多恐慌症的人 到最後會變成 就像是所謂的恐慌症 就他沒有辦法出門 沒辦法去工作 然後他只能待在家裡 因為他只要一離開 他不知道他什麼時候 會不會在車上 就是突然發作 或突然昏倒的 就是剛剛他們在講的好像 當然我們沒有體驗他們 可是他們講的好像 聽到的都是會有自殺的傾向 華哥一這麼說好了 因為你要知道 當事人那種苦啊 苦不堪眼 他簡單講就是 你看不見的一種 傷口的疾病 剛剛明杰不是講嗎 重感冒 所以當事人也不想陷在那裡 那個狀態會叫做 就是說我想工作 可是我現在整個人掛在那邊 又疼痛又不能工作 嚴重的話就挫折感就產生 挫折感產生就會怎樣 挖折就會怎樣 它就是連串的反應出來的 因為會想就是說 睡一覺不要起來就好了 這種是因為你長期的就是說 你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因為你知道 其實你要出去曬太陽 因為像這種憂鬱症的就是 你多曬太陽 多見朋友 多去人多的地方 其實它很快就會好了 問題是你走不出去 你大門走不出去 朋友到你家裡 你也覺得他很煩 其實那個時候很需要朋友 但是很多朋友會被罵走 然後你把朋友罵走以後 你又開始覺得好孤獨 然後怎麼會把人家罵走 然後就是每天都在那個狀況裡面 那真的必須當然要靠自己 一定要靠自己 那有時候我覺得只能說 第一個還是要去找醫生 因為找醫生他是讓你 每個禮拜你固定一定被逼迫 要去那個地方 所以你一定要 也等於順便取暖了 對 那還有就是 我覺得每一個人在人生當中 可能會有一個這樣子好的機緣 那我的醒來是因為 我後來就 因為大家很多好朋友 一直來一直來 我就覺得好煩好煩好煩 後來有一天是 他說 小林我帶你出去走一走 我心裡想說 不要來煩我 他說 那我不得已 我只能去開門 我開了門以後 我看到他 因為他那時候腳結肢 對 沒錯 剛裝上一隻 對 我看他那個一隻的腳這樣 下車 然後很吃力的站起來走到我家門口 你知道 你看我現在講我還是很感動 然後我就覺得 怎麼 我覺得他 今天經歷人生 這麼大的這些困難 然後他都能來關心我 我說 我這個是算什麼東西 所以那一刻我就 整個就 當然就是 不再自願自哀 也不會去想任何不好的東西 但我覺得真的需要朋友 對 很多沒有朋友的就走不出去 所以我們做這個節目當然是 希望大家看到我們節目 這個重點是在哪裡 我有時也是在想 我到底有沒有憂鬱症 華哥其實你有沒有憂鬱症 你有幾個線索可以達 第一個 比如說你上 新陳健康基金會 網站上面都可以點 董事基金會也有 題目你都可以定期做健康檢查 你怎麼檢視自己有憂鬱症 這是第二個問題 憂鬱症其實有 各位如果你喜歡看電影 時時刻刻裡面 尼可及曼 他也不想得憂鬱症 但是他從祖先一掛都下來 所以你當如果你比如說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 你就是覺得很問准 你做什麼事情都提不起進來 第三個 如果你最近是 食慾下降 體重減輕 更麻煩的是 第四個 如果你就覺得 我增強很想到另外一個世界 如果這個症狀連續兩週 你真的應該趕快找醫師 那如果真的有這問題 醫師解決得了嗎 可以 因為我們是一個團隊 沒錯 我們要講 我們要講 大家都說可以 是 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台灣人 有廣義的憂鬱症 所以各位 憂鬱症比感冒還要常見 所以不要擔心 我遇到非常多經驗是 憂鬱症 或憂鬱症是太努力了 努力到撐不下去 其實是已經很嚴重 就是你已經到很嚴重 你趴下去了 然後那個時候又 因為大家這麼關心你 你又覺得你要趕快好起來 你就更好不起來 因為那很累 我覺得憂鬱症可以想像是 你太累了 你已經過度努力了 你現在需要放個長假 那你給自己放個長假 那你放個長假 你就接受 我可能之前遇到這麼多的打擊 遇到這麼困難 如果你今天就 假設你出車禍 你打石膏 你會不會去跑百米 不會 可是你現在是等於是 心裡的出車禍 然後你一天到晚 都要自己去跑百米 這其實是很殘忍的事情 所以我會希望 有的時候大家可以接受自己 有時候我會比較憂鬱的狀態 我覺得那沒有關係 有人關心你 很記得他們關心你 你其實是重要的 所以我們也很想放個假 可是他們都不早帶班 你怎麼放 沒有 我放 所以我接班 你接班的太多了 我最近都快有憂鬱症了 碰到一個算命的時候 我還沒走大運 趕快三個人出來 不是 在腦科學來講 有三個概念要分享 第一個 憂鬱症現在就是驗證到 是腦裡面 特別是一種叫 血清素 運作不足的疾病 你不去處理憂鬱症 你的腦筋會受傷 別的不講 就光你有一個記憶中心 海馬回 它會因為你一直不處理憂鬱症 那破壞性的壓力 荷爾蒙叫可體中 一直分泌 就一直干擾它 從記憶體 從免疫系統 心臟 血管 骨骼 等等都會一直被破壞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瓜哥一定一直在問 不會以現在來講 好像沒辦法抽一管血去測你 你是不是憂鬱症 你現在的問題在這邊 其實現在有一些間接證據 像我剛剛有提到 這個自律神經的東西 它是有一些工具可以測 它也間接會知道說 你當下因為你憂鬱症 你的生理系統 因為生理心理會互相影響 這時候你的生理系統 已經不對了 我會告訴你 你的壓力指數是高的 你的抗壓指數是低的 你心臟癌是老化的 你呈現著極不穩定的 自律神經運作 它是有科學報告可以看的 而且第三個 換個方式跟你們講 你曉不曉得 我們還看得到 這個是非常經典的研究 讓大家知道 我們人會憂鬱症 光恐動物都看得到 這個是一個非常有名的經典研究 叫 你把老鼠丟在游泳池裡面 讓牠一開始就極力的游 好好的游 愉快的游 這個時候 牠游到游的時間就會累了 不玩了 想要上岸了 這時候實驗正式啟動 這時候牠想往東邊游 不好意思 我竿子就跟你撥回去 往西邊 這一定自然 東邊不行就西邊 上不了岸 牠就讓牠一直上不了岸 算了 算了 算到 立六分鐘的時候 這個老鼠憂鬱症 你們還猜牠怎麼得憂鬱症 牠上不了岸 牠想到哪 白旗跟你說 我不玩了 我得憂鬱症 不是 牠會發生什麼事情你知道嗎 就像無助無望的人 我不動了 牠這個時候叫freeze 牠已經不動了 這時候趕快把牠撈起來 因為牠已經憂鬱症 所以我們要換個方式跟大家提醒 我們人的器官 腦也是人的一個器官 你心臟會生病 你腸胃臟會生病 你的腦也會生病 可是觀眾會講 那個是因為沒有體力 我沒有體力 牠這個時候 其實不僅是沒有體力 是根本沒有鬥志 所以我們人 你注意看我們的憂鬱症 跟自殺的各樣 為什麼我們很在意 你要救牠 你第一個動作 一定要拿一個鉤子 勾出牠 希望 我們最常拿什麼鉤子勾牠 你知道嗎 所以牠最期待的 一對常見一定是家人 所以我們常常在急診室 就是碰到那種自殺餵水的歌 我們不會去傻傻跟牠說 你想開一點嗎 不會 我們會說 你這樣子會去解決 你生活中的困境 雖然這是一種方法 但是這種方法 會讓家人好傷心 常常牠都聽到這句話 就崩潰大哭 因為這些東西 才是牠最牽掛的 我們這時候才慢慢把鉤子 慢慢把它拉起來 勾起來 這很重要的點 我在幾年前的時候 對岸我們富士通 不是有很多跳樓事件 我在那一段時間去了對岸 後來你就發現 看到了很多工作壓力大的問題 我在剛開始去那邊的時候 一開始有一個個案 對方就是一個男生 非常正常很清秀 可是他全身著女裝 還化滿了濃妝 在一對一的情況之下 我見到一個全身打扮 都是女孩子樣子的一個人 我一開始有點驚訝 我心裡在想說 會不會我剛到那邊去工作的時候 我遇到一開始前面的客戶 就是怎樣對我有興趣還是什麼 結果你後來發現 他在溝通的語言之中 他說話是一個非常男生的一個人 可是他全身打扮 從頭到腳的細膩程度 絕對比在座的明星 真的沒有差多少 他的化妝都很細膩 後來跟他聊天之後 你發現就是說 他就在講說 你會覺得我這樣看起來不正常嗎 我沒有 我跟他說 我覺得你這樣很好看很美 好 漸漸的開始引誘出 他的原因在哪裡 造成他打扮成全女裝 一定有個原因 後來在溝通過程中 你發現因為他公司 上司主管是女主管 然後上面的老闆是一個老闆 他整個公司員工 大概80%的都是女孩子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常常有提案被否決 然後被上司這個 可能有點壓制 所以導致於他壓力很大 他常常覺得 在我這個公司 女生才是優秀的 所以造成他一件事 他常常很晚下班 偶爾會喝點小酒之外 他覺得打扮成這個樣子 可以讓我釋放壓力 可以讓我覺得 有掌握權柄的感覺 權力的感覺 強者 你知道對岸大陸不比日本 你有變裝店可以去 對岸沒有的 所以他只好打扮成這個樣子 去購物 去生活 在晚上的這個時候 大家看他看得不清楚 認不出他 他可以覺得 這是釋放壓力的一個方法 可是後來你繼續聊 你覺得如果 造成他現在這樣 每天都打扮成女裝 他只要上班 他就恢復正常了 晚上就變女裝 結果你發現 他成長的過程之中 他其實來自於窮苦的家庭 阿嬤 媽媽 一手這樣帶大 所以在家裡 他家裡其實是一個 都是很強悍的女生 隻手撫養他長大 導致於他潛在的意識 其實他一直覺得 還有一種是不是都是 他周遭都是姐姐妹妹 其實他家裡就是一個姐姐 可是這個姐姐也是 就有高階女主管 導致於在他生活裡 他始終有一個隱藏的因子 就是從他脫口而出說 都是女生好能幹 所以後來就鼓勵他 你這樣做 只要沒有影響到你的生活 那就好 他覺得他每次這樣做之後 他的生活就會變得快樂一點 吳迪哥的感情會讓人崩潰 請到失戀診療室 一般失戀是我們常看到的壓力 不過這種壓力是排行在 失明之外的 失明之外 對…就失戀就是跟女朋友分手 其實他壓力不應該這麼大 所以有這種壓力大的人 通常都是他對這個女性 或是男女互相之間的 這個看重度太高 那我講的個案是 這個是我第一次被嚇到 我在整間很早 要能嚇到你還滿難的 我們還想聽一下 整間做得好好的 我們的沙發座很舒服 有一個人就進來 他提了一個袋子 這個袋子 大概有這麼大一個袋子 大概是… 我沒打這個品牌 就大概這麼大一個袋子 為什麼就這樣講 你大概不曉得 我們看到有人提東西 我們都會特別緊張 可能是送禮物 送禮物的話 他們應該有名牌 比如說Hermes 這什麼 好 他提個袋子進來之後 他就告訴我說 李醫師是這樣子 旁邊是我女朋友 然後他就先說 有沒有先離開 他跟我講 他說我女朋友這三年來 他認識一個網上的網友 他覺得他現在不想跟我在一起 他跟那個網友在一起 我說他真的滿嚴重 所以今天我是做情感制的 你要希望我做什麼服務 他說可是我總覺得我女朋友 不應該去分手 我想把他追回來 可是我追回來 他又認識新的男生 我村中有個疙瘩 我到底要不要把他追回來 這件事我一直無法決定 因為男生戴綠帽子 比女生看到男朋友劈腿 那個叫天翻地覆 就這輩子有不操的感覺 OK 所以他說我到底要不要追回來 可是我追回來 他有這樣其實要怎麼辦 這個很兩難 所以各位朋友你想想看 到底怎麼辦 我就把女生就找新來 我們做情感治療通常是這樣 我就問說 那你這個要跟你男朋友分手 這個女生 那你為什麼要跟他分手 因為他跟我三年來 我的男朋友比較沒少看到我 然後那個 最近我在網上認識一個 也是幽默又風趣的 他講到關鍵字 我說那你說這個幽默風趣 過去在你男生朋友上看得到嗎 他說對 這個新網友跟我的男友 其實都有共同點 就是幽默風趣 都會常常陪我 好 那沒問題 我打算就給瓜威士座 可以準備收錢 OK 那我就把這男生走進來 好 我就跟你講 第一個 你的女朋友沒有劈腿 他說怎麼會 他要認識一個新網友 怎麼會沒有劈腿 我說簡單 他認識交往的是三年前的你 因為這個新網友 他有幽默跟風趣的客旨 你也有 只是你這三年來沒有陪到他 沒有熱情 所以他還是愛上那個 原來有幽默風趣的你 所以你去追他回來 沒有問題 那男生 李醫生講得真有道理 所以他沒有劈腿 我說你放一把他追回來 沒有事 李醫生太好了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袋子 就帶回去 對 講到這個事情 恐怖在哪裡 沒有 因為他袋子已經拿出來 他爸爸是做這個 開山洞的 所以裡面都是標準的 這個 炸藥 對 這炸藥 這時候就是我從椅上 跳下來的地方 但是他為什麼 他帶去你那邊幹嘛 他是想炸死你嗎 他應該是要炸他女朋友 對 他如果 他今天沒有得到他答案的話 一起 而且我以外的說不到 非常可惜 可是他要邀請你一起當正關人 他在一段一個世界 那這個很恐怖 那是真的炸藥 不是雪茄 有一個先生來看診 他很憂鬱很憂鬱 他說 我說你有什麼查到 你有發覺什麼事情嗎 他說有 他每次跟他一個男同事 去出差回來 我就問他說為什麼 他說 就 那後來他就真的從簡訊這些 直接就發現他太太真的有歪孕 然後下次回家 就很生氣 我說我要報復他 那我很害怕 跟剛剛李醫師講的 那個是一個很恐怖 有傷害性的情況 我說你打算怎麼報復他 他說 我要在他的內褲上面塗糖水 塗糖水 我也很浪 內褲上面 對 對 好妖精 所以說 我覺得很純樸的民眾 那還有一個案例也很特別 一個是急診的案例 急診叫我去看一個病人 什麼症狀 他說 眼睛看不見 他說眼睛看不見 怎麼會找精神科 應該是找眼科 他說眼科醫師看完了 沒有問題 那我去了解 那是因為太太跟他的妹妹來 這個太太她的先生外遇 外遇就算了 還把小三帶回家 帶回家就算了 晚上怎麼睡 他跟那個小三牽著手 去睡臥室 把太太趕到客廳睡沙發 那個門蹦一關一鎖 他躺在沙發上那個 大家可以體會那個悲憤 那個難過 就哭著哭著就睡著了 那第二天先生去看他的時候 發現他發高燒 然後有點 這個意思有點模糊 就趕快去送急診 那到了急診 結果打點滴之後 就要退了 人醒過來發現什麼東西 都看不見了 那這個心理學上其實可以解釋 這五個字 叫做 眼不見為近 眼不見為近 好 那這個也是我們前醫師 一種保護機轉 他又關掉了 對 他在很強烈的壓力 情緒之下 他把我們的四神經 暫時性的關閉 以後自己會好嗎 那個或好 或慢或快 還是會好 有沒有看到性生活出問題 會不會影響身心好困擾 所謂的性這件事情 影響我們每一天的 那我講一個比較特別的案例 在我們來講 我們不是當FBI 我們還 有一天有一個差不多 快30歲的男子來找我 然後他掛診說 希望我們能協助他 免得他真的會被抓去關 為什麼 因為他有一種 他的特殊性癖好 就是 偷完家裡面了以後 自己穿起來 穿起來以後就開始自慰 腦海裡面就想了 跟這個女主人在做愛做的事 男歡女愛 最後發洩性癒 但是他為什麼要來找我 因為他已經不止一次 已經兩三次 就開始有人注意到說 你在這邊幹什麼 所以先生你又不住在這邊 你這邊幹什麼 他很怕他再也不處理的話 他可能就會踩到法律的 這個要不是偷竊的罪 要不然嚴重的話 性騷擾 甚至妨礙性自主罪的問題 都會來 其實因為他為什麼那麼喜歡 人家穿過 而且是成年的 更特別的是 因為他自己 他的父母親是禮儀的 爸爸本來就在台上 就外面花天酒地的 常常媽媽就是陪著他 那時候媽媽陪他 所以他畫面裡面 對媽媽的愛 常常都是非常很親密的 很在一起的 包括穿的內衣內褲的 後來爸爸回來台灣了 然後跟媽媽說 我要跟你離婚 這個離婚 爸爸又說這是獨子 我就要爭取到手 最後確實這個男孩子 是歸爸爸撫養 媽媽就遠走他鄉 所以那個東西 它裡面有一個非常強烈的 叫分離焦慮 他沒有處理好 他沒有處理好 所以當他生活中 當他碰到一些壓力的時候 焦慮的時候 甚至有時候幸運來的時候 他會那一種 有益於我們一般 男婚女愛的方式 他就去特別要去 偷人家穿過的 而且這樣看起來 有一點年紀的 那種自己來 那種其實某一種想像 你就可以想到 他好像要重溫母愛 他要重回那一種 被呵護 被愛的感覺 你在實際生活上面 他可能還是同時擁有女友 我最近正在處理的一個是 女朋友拎著他來的 這個女朋友就是 也很有母愛 就發現到說 我真的這個男朋友 奇怪到他家裡面 怎麼開到抽屜嚇一跳 怎麼有別人穿過 怎麼女生 他一開始還以為 他移情別戀 後來這個男孩子 真的很愛他 也告訴他整個原委 他有這種狀況 他也是帶著來 現在我們還在治療中 所以他不是不會有 自己的異性關係 只是他產生了 另外一種障礙 這種障礙需要接受 專業的精神醫療 那我的那個個案 比楊教授的比較愛乾淨 他不是拿二手內衣褲 他買新的 對 所以他來看我門診的時候 是那個 他的這個女朋友帶他來 那看來的時候 他就覺得很奇怪 我說這個人 男生會有低罩杯就很奇怪 他就講說 這個他這個女生朋友 就講說這個我每次 跟我這男朋友 在男壞女愛的時候 突然間 我剛剛拖到旁邊 床旁邊的衣服 就穿到他的男朋友身上了 他不曉得男朋友 突然有這個魔術的功力 突然會這麼快換裝 而且這男生以後 不僅是在跟他女朋友 這樣互動情形之下 他就上班也不會這樣穿 那我就 最後我們經過不同的分析之後 我們再找出結論 就是他第一次在跟他的 初戀女友在互動的時候 初戀女友有嫌他的能力 比較差一點 快 軟 硬 軟 還是軟 OK 那這個時候就是他產生說 我如果變成女生 我就不會批評這個現象 所以我告訴所有的女生朋友 不管你跟誰在一起 麻煩請要稱讚他 如果你不稱讚他 你當心他大很大的時候 下次你看到你的男朋友 會穿著你的內衣到處逛 那你就不要怪 那不是別人的追念 是你造成的 那精神疾病 不是像我們剛剛講說 你可能身上有腫瘤 或者高血壓什麼 看得到的病 精神疾病好像看不到 其實他就是一個病 但是生病就是要治療 不要畏懼也不要怕害羞 及早治療及早好嗎 對不對 延誤治療也會造成 疾病的惡化 小心後悔墨跡 要關心你周到的朋友 謝謝 心裡好恐慌 上班族壓力大 煩躁到快憂鬱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測試 大家看到這個上面呢 有一棵樹 那假使 你今天到郊外去玩 然後看到這棵樹 在你的體力允許之下 然後也安全之下 你覺得你會是12345 哪一個人的位置 你會想要爬到樹上 比較高的地方 還是中間的地方 還是在樹下 那比較特別是2跟3 是3背著2 3的肩膀上 扛著2 所以你要當2就是被背的 當3就是背人的意思 對 我是已經選好 這還用選嗎 1 2 3 4 有必要存在 對 對 為什麼有那個 我覺得越年輕 會選擇越上面 我們小時候也可能那麼調皮 對啊 可是現在這個 我們已經想不到小時候 下面好就好了 那寫幾號 都有人寫 沒有人寫2 3是背人的 3很累耶 有背人家的 背我兒子 背我兒子 對 每個人充滿想像 我們都已經選好了 選好了 剛剛前排意思也都選5 對不對 他也選5 對 但他們選5 你們都來了 其實這個心理測驗檢測就是 你的壓力指數有多大 那我們就從1號開始看 1號就是在最高這個位置 它的壓力指數是 40 不算高也不算低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會爬到最高 代表說它喜歡挑戰 然後在生活當中呢 它喜歡當一個 領導別人的人 也就是一個王者 那王者會怎麼樣 雖然綠己 但是更綠人 所以他給自己壓力 可是給別人的壓力更大 所以呢 他自己的壓力指數 只有40而已 那第二個呢 沒人選耶 沒人選 沒關係 那還好 因為第二個壓力指數滿大的 80 為什麼 因為 被揹的 對 被揹的 因為這樣的人呢 他性格上是比較 比較 依賴 依賴性比較大 因為沒有自己習慣承擔事情 所以他抗壓性會比較低 比較敏感 對自己沒有信心 然後遇到事情 就自己給自己壓力 然後3有人選嘛 對不對 說你要背兒子對不對 對 好 你的壓力指數呢 也在中間偏上是60 為什麼 因為你的 你什麼事情都想說 我可不可以幫別人做 幫兒子做 那你是一個很值得信賴的人 別人眼中你太能幹了 所以當你自己 有壓力的時候 有事情的時候 沒有人想到 我要幫你 所以你的壓力指數是這樣來的 好 第四個 好 大家大概可以猜到 壓力指數只有20 因為你是一個比較 你會覺得說 你有交代就好 有交代就好 有交代就好 對 就是坐在最低的一個數 對 只要參加 對 只要參加講 上訴就不是我們的問題 是螞蟻的問題 螞蟻上訴 對 所以你只會給自己 適當的壓力 對 好 接下來緊張了 你看 2 4 6 8都有 我不是0就是100 0 應該是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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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生很隨便隨意 好 那我講 大家都猜0 那不要說我不準 其實是100 怎麼可能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所以代表 順便壓力 所以 其實無聊是一種 最大的壓力 無聊是一種最大的壓力 而且你就是習慣 就這樣子無聊 然後你有什麼苦悶 可能就悶在心中 不太講出來 但瓜哥還好 因為瓜哥主持節目 對 對 可是事實上我們是有壓力的 因為你做節目 背負了很多的 所以說 那醫師跟你一樣 每個病患都要 我們還可以NG不好 錄得不好笑也播了 對 他那一刀下去不對 你看 那就完蛋 回不來 對 所以他們都選物 對 對 職業沒有錯 其實我在二十四歲的時候 我是一個 真的喔 真的 我這本書有提到 看不出來 好像新聞有寫過對不對 我完全看不出來 但抗憂鬱當然是說 我今天抗憂鬱 我就變很健康 沒有啦 但就是你身邊的人陪伴 然後你必須要了解 你自己的 紓壓的窗口 然後你要很認真的 聽自己內心的聲音 因為其實如果 比如說因為我很早 十七歲就進演藝圈 要再加上自己本身 沒什麼目標 因為我進演藝圈 其實是誤打誤撞 其實在那個時候 我進演藝圈 我一直覺得說 反正就好玩嘛 那就是走馬看花這樣子 可是誰知道我 一出道的時候 其實成績是不錯的 所以我直接被拱到 最高的時候 當解散 然後我直接從最高 掉到最低 我沒有辦法負荷 其實因為我覺得 沒辦法調適那個狀態 太早就得止了 對 而且我覺得那個轉折 是需要磨練的 所以比如說大家 因為有方向 他就可以在磨練裡面 找到方向 然後就繼續往前走 可是我是像無頭蒼蠅 我不知道我要幹嘛 然後但是我又拉不下臉 又再加上我那個時候 我奶奶走掉 那因為我是擔心家庭 我奶奶是我 算我全部的資助 所以我瞬間 整個人就不像我自己 但其實我不知道 然後是 那時候我的經紀人 也是我那時候 我很好的姐妹 她真的就是 陪我 我是以前誇張到 就是 然後就哭了 然後你自己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你自己 會去KTV唱歌唱著 就哭了嗎 會 我甚至有 我那時候還酗酒 就是很多事情 你根本不知道 你一直以為我是叛逆 對 然後我一直覺得說 我就是年輕 所以我要揮霍我的青春 揮霍我的人生 然後很多東西都不得知 我也不知道 怎麼去找到那時候 你簽了是叫揮霍 當時叫燃燒 對 燃產的那時候 燃燒 然後就整個到一個狀態 到我身邊的人覺得不對 然後他帶我去看醫生的時候 其實 醫生看到我的時候 他是直接就是判 因為他說 你根本連發都發不出來 比如說有些人是會罵 有些人會講 對 有些人會哭 可是我是完全 會釋放這樣 我是沒有反應的 然後再做一些測驗 跟做完一些分析之後 我直接吃 百優姐也吃了快三年的時間 就是整個狀態 就是一直在於一個 我無法抗壓 然後就是它必須要讓我在一個 情緒裡面沒有開心 也沒有悲傷的狀態 所以我到現在目前為止 我在24歲到27歲那一年 有某些 記憶是傷失的 忘記的 就是我 但是我那時候是很活躍 在演藝圈裡面 對啊 完全沒發現 可是一般是那個藥 會ㄎㄎㄎㄎㄎ的 就是你確實會忘記 對 ㄎㄎㄎㄎ 真的 對 就是因為常常就是 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幹嘛 所以人家看不出 你外表是有這樣 完全看不出來 而且我那時候暴瘦 我那時候瘦到最低 瘦到42 然後後來就是吃了藥 回到44 然後這樣子快三年的時間 然後有些時候你根本 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你可能 我的記憶 就是我現在是坐在這個椅子上 可是三天後 我的下一個記憶 我還是坐在這個椅子上 可是我這三天其實做了很多事情 都忘記了 完全忘掉 後來是 當然是我的信仰 對 然後再來是我身邊的家人 跟朋友慢慢陪伴 很重要 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基本上真的已經 已經寫好余書要輕生了 其實輕生的狀態 很多重度憂鬱者 他都人家說 你一定很難過 你一定很傷心 所以你才會寫下那個狀態 其實不是 我那時候狀態是跟自己講說 我覺得我人生到這邊 已經非常好了 OK了 我覺得Happy Ending 因為我覺得我那時候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沒有不好 我那時候自己 24歲就有第一棟房子 然後我有自己的車子 我朋友很多 然後我也沒有 就是好像感覺看不出來 有什麼任何憂鬱的狀態 有異陽看不出來 完全看不出來 可是在那刹那間 我就可以慢慢全全的了解 就是那個 吸掉你快樂的那個黑洞 真的很恐怖 可是那時候 如果沒有我的信仰 沒有我的朋友 陪在我旁邊 我覺得其實在那個 重度憂鬱裡面的時候 真的出不來 那身體狀況還好嗎 那時候我直接 我的淋巴 就長了三顆瘤 就這裡一顆 就是你遠遠看 就是看到這裡腫起來 凸起來 對 然後這裡凸一顆 然後這裡也凸一顆 然後我就想說 我已經在吃抗憂鬱症藥 我也沒什麼壓力 為什麼 然後後來才知道 因為我那時候 還有在做副業 然後我那時候副業 就是也是真的還滿不錯的 就是那時候 已經有19家的那個行銷商 其實你人生沒有失敗 對啊 很順耶 其實就是一直都 還是發展得不錯 只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就是應該是 比如說有些人的不快樂 或有些人的壓力 可以透過用講的 或者可能透過朋友的陪伴 然後他就可以慢慢解壓 對 可是因為我小時候 我爺爺 因為他是軍人 所以他教我就是 你今天先把事情處理完 處理完之後 情緒放最後 所以我的情緒永遠找 就不會 沒有出口 沒有出口 沒有 我根本不知道怎麼泄壓 後來我的醫生 直接告訴我說 你是 他是直接跟我講 他說你就只能兩個選一個 我說你知道 上面已經五百多萬了耶 他說不是你幾百多萬的問題 你先 那時候我也二十七歲 他說你如果沒有放棄 你現在所做的 你就是你可能 因為我是免疫能力失調 然後到最後淋巴流 然後那時候切的時候是良性 那我的醫生就直接告訴我說 你只能立馬 把手上所有的東西卸掉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卸壓 所以我只能讓自己沒事做 然後就這樣 我就真的眼睜睜的 就是把我的品牌賣掉 然後我在演藝圈 我就是盡量 反正有一餐每一餐 那都是靠朋友 然後那一整年 我那三顆就怎麼不見了 你看她的人生那麼年輕 有經歷過這麼多 真的 當時回想好像是很痛苦 可是這很寶貴的資產耶 所以我現在的壓力 咱有百分之二十啊 因為我經歷過 因為我已經經歷過 那樣子的狀態 因為我知道什麼東西 是重要的 所以要怎麼樣 從那故事當中 要了解怎麼樣去釋放壓力 對 也有在書上 寫這些東西 可以幫助到很多人 是 其實我覺得小頭這個故事 真的可以給很多的 那個優異症的患者 告訴他們怎麼去走出 對 這個籠子 對 真的是籠子 是什麼 監獄 監獄 而且那個 而且恐怖的是 監獄的門是沒關的 你自己不出去 走不出去 對 走不出去 在去年的時候有一個病人 皮膚科轉過來 他去看皮膚科原因是什麼 就是頭皮發麻 當然還有什麼掉頭髮 有那些症狀 那皮膚科醫師就覺得 其實他還好 他來的時候 他說二十幾歲 二十出頭 他說現在做什麼 他說 剛剛 剛剛 剛剛畢業 就 有人覺得他講話就是 怕怕的 微微諾諾的 對 微微諾諾的 他說 他說 所以你的症狀是 頭皮發麻嗎 他說 還有沒有其他的 他說 有啦 就是最近剛剛第一份工作 就被 做每一個月就被人家辭退 然後現在第二份工作 可是就是整天頭皮發麻 胸悶心悸做久了之後 又喘不過氣來 老闆叫一叫 就會喘著 然後常常 老闆叫你做事情 就是上廁所蹲半天 所以 頭皮麻到一個程度 覺得很不舒服 所以現在去看皮膚科 是不是皮膚有什麼問題 看完他的症狀 其實我覺得 如果在外面很多人都會講說 那自律神經功能死掉 因為從心理影響到你的生理 生理再影響到你的心理 再加上你的 你的表現不好 你的環境就會把你更壓下去 壓下去 他整個人真的完全沒有信心 其實他是一個 明信大學畢業的保產生 可是他做成這個樣子 說實在 有可能是從以前就開始 可是剛起步 對自己要求很高 可是高到一個程度 他覺得不順遂 然後所有東西就出來 對 所以到最後是什麼 我就跟他講說 當然我還是會 轉接給我們心理師 幫他做一些心理輔導 當然會開一些 譬如說 他還沒有到完全真的是 因為他才發病 大概四個月左右 他開始有症狀 還算是早 對 不是說 被人家踢來踢去 還有有早 所以我們就用一些藥物 等等的一些 做心理輔導 大概半年之後 他說他要換工作 他換了一個工作 他還算不錯 你會發現說 你要對症下藥 走得出去 整個人是完全不一樣 完全真的不一樣 這個人生就是 真的是從黑白變成彩色 對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那些 什麼年輕的 在韓國很多藥 什麼自殺的那種 憂鬱症的 我們覺得不可思議 不過剛剛小柔講 如果當事人 他不會覺得不可思議 對 對 而且其實有些中度憂鬱者 他看起來是樂觀的 就是連我悲傷都講得出來 自己都不知道 然後我都不覺得說 我心裡有什麼苦悶 然後要找朋友 那還是像他 對 常有負面的情緒 這個會造成滅力力下降 所以大家保持輕鬆愉悅 心情要快樂 負面情緒來 當然壞細胞就來了 對不對 小柔 一定要先介紹新聞 你現在看到新聞嚇死了 對 尤其又是什麼小孩被家暴 或者是開個車門飛出去 然後怎麼怎麼 你知道那個 對我們的生活壓力會很大 因為你們都有小孩 對 我就不允許 我老公一直想騎腳踏車 我就不允許他騎腳踏車 我說全家就靠你一個人 然後你如果要飛出去怎麼辦 然後他就說 那如果小孩想要騎摩托車 我說不行 明明台北的交 你說我們南部小孩長大的 因為就是他距離比較遠 交通工具比較沒有像台北 應該這麼說 因為很多人家裡環境是不允許 對 如果你允許的話 當然不會讓他做 是 沒錯 可是你知道當媽媽的心情 就會覺得說 那盡量就避免讓他去 這個有這個習慣 因為我覺得這樣的危險 就會減少 然後那個負面情緒就會在 那個一直在思考 一直在想的時候 他就上心頭了 因為我們家寶寶最近 就開始會跑 然後開始就是比較活潑 我就會開始擔心好多事情 我會擔心他被爆狗 我會擔心他是不是 我如果帶他出去一台車怎麼了 然後他衝過來 然後我就壓 我怎麼知道我壓力大 因為我本身就是有富貴手的人 可是我的富貴手每次一發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在換季的時候 那一換季呢 他的病狀大概一個禮拜就會好了 然後我現在的富貴手 大概整整已經快一個月了 那是可能免疫力下降 免疫能力下降之外呢 我也都覺得說 我突然好像有一點體重巨漲 後來我就去看了醫生 然後醫生就告訴我說 你自己的免疫性 他提醒我說 你的免疫性股肯定是下降了 所以你必須要找一些 可以讓你自己是保持一個好的心情 而不是沉浸在那個負面情緒裡面 然後自己在那邊眼來眼去的這樣 對 就想太多了 媽媽很容易了 很容易會上心頭 媽媽很容易 我連小孩讓他自己走路回家 我都不敢 對不對 會怕 真的會怕 那一陣的新聞會讓你們造成負面 對 然後甚至出門 以前我都覺得 他們自己走他們的就可以了 我現在都要牽他 牽著他們的手 不敢放手 會怕 對啊 還是會有壓力 你會有負面的情緒 你覺得你小孩怎麼樣 沒有跟小孩說那個 What 沒有 我其實有時候會 自己有時候情緒會有時候會緊張 就是會造成一些 因為工作壓力會 如果工作壓力減少的話 心情會 那種情緒就會 你說通告變少你會這樣 對 會複雜這樣子 我就覺得說怎麼辦 後來就會隨便亂吃東西 而造成 自己會吃 亂吃東西之後造成 而且那個腸胃炎很奇怪 就是 我從來沒有得過腸胃炎 就是拉到 拉到 虛脫 而且你不知道該怎麼辦 頭痛 後來就暈 暈來暈去的 而且完全就是沒有任何的力量 而且很恐怖 後來我覺得那一天 我好像拉三天左右 就 完全就是沒有辦法 就上通告壓力很大的 壓力很大 因為有時候沒有通告的時候 再加一等待那個感覺 其實沒有通告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對 可是綠茶 其實綠茶講的 這個憂鬱或焦慮症 的確我們在臨床上有發現 有精神病的 有幾個特殊疾病的患者 對 他們發現說 有這樣子三種這個 我們已經特定 被醫生診斷疾病 他未來去追蹤 他的癌症的機會 比一般人多 2.6倍 但我們要講一下 其實癌症跟這個精神科 的關聯性到底在哪裡 其實是很多個研究 有人認為是 當你長期處於壓力下 你的免疫力會下降 而讓你的癌症有機可乘 對 但同時因為有一些 這個精神科的患者 他會太做衷於 他的精神方面的問題 而就忽略了他身體 其他的症狀 所以發現的時候 是屬於晚期 或者他會用些喝酒 抽菸 這些比較不好的生活習慣 來面對他每一天的生活 而導致癌症上升 有一個病人 他是一個媳婦 這個媳婦 他照顧他一個婆婆 婆婆那時候即興中風 全家只靠他一個人 要去上班工作 但同時他也要 照顧這個中風的婆婆 結果照顧了六個月之後 我就沒有看到這個媳婦 有一天我在醫院遇到媳婦 他就說他自己 其實得了癌症 他就在照顧完後六個月 一直覺得胃不舒服 結果後來卻發現 他得了胃癌 那另一個案子 他其實是 他先生在我這裡看診 那每一次呢 因為先生是台商 所以先生他都是很長 很久才來一次 中間其實都是太太來 其實在這個話中 你大概就知道太太 心情很不好 我知道這個太太 他雖然看你笑一笑 他裡面的這個憂鬱 你是感覺到 從對話中你就知道 結果過了大概兩三年的追蹤後 最近是先生自己來拿藥 我就想說 先生最近怎麼自己來拿藥 我就跟先生 韓先生說 太太最近好久沒有來 他說他 誰得了血 太太 那我算是 還算幸運 因為我 剛嫁給我老公的時候 我公公有阿滋海默症 然後家裡又有一個 所以我同時要照顧兩個人 然後我老公那時候出外景 一個禮拜大概只回來兩天 五天的時間都不在家 所以只有我一個人 好偉大 妳好偉大 所以那時候 我照三餐陪我公公散步 因為那時候他還可以走路 所以我就陪他散步 然後我變 我沒有朋友 沒有自己的時間 我甚至沒有辦法回娘家 所以那時候我整個 憂鬱症大爆發 你崩潰吧 崩潰 我整個崩潰 然後因為我老公 然後一回來 我就會跟他抱怨 可是我老公就會生氣 所以連他都不想回家 那我自己整個人就很崩潰 氣到我沒有辦法的時候 我自己去 自己去一直去撞牆 然後我老公才警覺到說 我是不是壓力 對 大到一個誇張了 然後那時候 我做了很多很多 因為我老公後來說 那你不要照顧爸爸了 你就去做你喜歡的工作 所以那時候我去開店 然後開了店 我就做服飾店 那我那時候就很喜歡 我就跑單幫什麼 回來就懷孕了 因為那時候比較輕鬆了 輕鬆懷孕之後 可是懷孕之後 我變成又沒有辦法工作了對不對 沒工作之後 因為我那時候一直吐 SARS 那時候又SARS 我就一直吐 我後來我想說那我就在家休息 然後在家休息 同樣的狀況又來了 然後又產前憂鬱症 在這種你們看都是負面壓力情況下 你怎麼能不行 你絕對不好 所以我那時候 好辛苦喔 就是沒有辦法吃得下東西 所以那時候整個報仇 後來我老公有改變他對我的方法 他說你要走出去 你一定要走出去 就到演藝圈更快的吧 對 到演藝圈之後 你才會找到自己的自信 壓力才會稍微減少一點 大部分人就壓力 就負面情緒 就是不一定是這麼嚴重 跟精神狀態有關係 其實跟我們咳很多病都有關係 像那個中耳炎跟鼻竇炎 很多人會耳朵流濃出來 或是鼻子裡面流那個濃鼻涕 就是其實我們本來以為就是戲劇 有一些人是他是游泳 然後耳朵進水之後 然後發炎了流濃中耳炎 後來我們在臨床上統計一下 其實很大一部分病人在發作的時候都是 就是心情不好 或是腰累 或是熬夜的時候會復發 因為它中耳炎如果 耳朵最裡面那個地方是管平衡的 所以如果你中耳炎一直發 要長到最裡面這個地方的話 你就是會覺得天前地轉 走路混清 然後聽力到那時候 聽神經也都沒有 就是聽神經功能都沒有 都聽不見 然後還有一個是那個 就是顏面神經失調 就是面癱 這也是我們課的病 就是它其實大部分 有一部分都是感染病毒 然後這個病毒附著在這個神經上 但是你免疫力好的時候 它是不會發的 那你知道 但是大部分人就是 他們平常可能 他接觸過這種病人 他自己不知道 不是他已經感染了他不知道 但是就是一勞累 免疫力一下這樣就開始發 這種人心情怎麼好 如果發生在我們身上怎麼會好 對啊 也很難 因為風雲變醜 你帥了一輩子怎麼會 不然現在變醜 心情肯定不好 可是相對陰跟果果跟陰 你要心情好它才會慢慢恢復 對 沒錯 你越心情不好就越狂 對 知道嗎 立場聽清楚了 對 像我之前就是 我一直都在醫院上班 那之前有個同事 他是負責行政的 在醫院裡面的大事情 就是 那這個同事 他本身就有一點的那個 然後又遇到那個 醫院平靜的時候 然後他整個那個 然後他整個人就崩潰了 然後崩潰到他竟然還 那看完醫生之後 醫生就有跟他說 就是叫他要 準時睡覺 然後就是要 要做一些肌肉放鬆的動作 如果當他那個情緒不好 緊張的時候 要做這些動作 那後來他的父母親很擔心 就叫他你乾脆把工作辭掉 所以後來他就工作辭掉 然後就是慢慢的去調整 自己的情緒 結果這樣調整的兩三個月 其實後來就沒有聽說 他再有那個 產生那個蜘蛛疹的狀況 所以為什麼這個負面情緒過多 會讓我們免疫力下降 主要是因為當我們緊張或壓力大 或者有負面情緒的時候 身體會分泌 那副作用之一就是 會讓你的免疫力下降 那為什麼有人 你看他心情有時候不好 但是不會免疫力下降 腎上腺素還有分好跟不好 不是 腎上腺素它基本上有很多的功用 它有時候會讓我們的這個 比如說開演唱會 他腎上腺上來 對 它會就是讓你很緊絕 很亢奮 對 但是如果長期分泌過多的話 它有副作用的 食物 那怎麼跟這個副作用抗衡呢 就是要靠好情緒 因為好情緒會分泌一種叫DHEA DHEA就是抗衰老激素 那另外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說 其實性格也會造成你免疫力下降 性格 對 我們最近心理學上 發現一種新的人格 性格叫做C型人格 為什麼取C呢 因為如果你是C型人格的人 你得到癌症的機率就變大 C型是什麼樣的 C就是你很容易壓抑你的負面情緒 你的委屈 不爆發出來 不表現出來 一般媳婦啊 對啊 我們怎麼搞 對 都是媳婦 不敢表現出來 所以我要講一個案例 就是說有一個大老婆 那他的先生在外面就是非常的風流 那他可是為了就是保持先生在外面的正面形象 他十幾年來都隱忍 也沒有跟小孩講 後來他會發現他得了淋巴癌 而且這樣的案例不是只有一個 所以我覺得說大家的這種負面情緒 還是要適當的表現出來才好 那如果找心理醫師的話 心理醫師會適當給他排解吧 如果有這種心情郁悶 我們會引導他 但是其實 那我想問 像這樣子有得憂鬱症負面情緒 你現在在做噩夢 那是卡到吧 那是卡到吧 不是 因為我常常做噩夢 就是真的虛的時候 我老是正在眼裡 會看到一個人在前面 那你是 那是中學吧 不是 因為有一次很累很累很累 而且就是不知道是情緒都很負面 他回到家的時候剛好是早上 早上的時候 我覺得 因為電視突然是開的 我以為我關掉了 可是就是開了 我就進來 進來的時候我想說 邊看電視邊就是睡覺這樣 一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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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明明的時候 就有一個黑色的人 站在我電視機旁邊 而且 綠色已經這樣看著我 手機這樣過來抓著我 說 起來說 原來我是在做夢 就是會夢到這些很奇怪的東西 我們曾經也想問 這個是不是因為負面情緒太多 才會一直做噩夢 會不會是這樣 其實是會 對 因為星期一月就做春夢 對 應該是這樣 其實平均來講 一個晚上都會做四個到五個夢 那裡面有好的夢跟壞的夢 但是負面情緒多的人或疲勞的人 他比較傾向於 所以為什麼說負面情緒的人會覺得說 我好像比較容易出噩夢 是因為你 對 我的 可是我再請教一下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這樣 可能 像錢姐我的發聲 就忘記那個夢了 可是我醒來是哭的 應該講它是一個雙面刃 就是說應該是壓力大 可是 可是你哭出來的時候 其實也是一種發現 對啊 所以那個不是憂鬱症的前兆 不是 不是 還好 憂鬱症的人 他其實會有一些隱性的徵兆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解讀自己 第一個 最常來找的第一個原因 其實他是用失眠來表現 可是另外你會發現 你以前還喜歡做的事情 你現在不喜歡做了 我們就都失去興趣 你對於你以前最喜歡 比如你以前喜歡看電影 你喜歡去打球 你都突然覺得 我怎麼對不喜歡 對啊 我自己看漂亮 沒一點感覺都沒有 真的 你自己太大老婆了 真的 這幾年我發現 我自己看到漂亮 沒一點 一點欲望都沒有 失去那個興趣 沒關係 老婆開心 可是太愛另外一半 對 太愛另外一半 很多人當很憂鬱的時候 會想一些方法 去帶來一些心快的一些感覺 那有人會喝酒 那有人會去做愛做的事 那有人就會去買東西 買東西 他買東西 他買東西的杜巴胺就分泌 他就很興奮 可是這個刺激會 越來越來越短 越來越短 本來他一個禮拜買一次 變成一個 兩天買一次 到最後變成每天都要買 前陣子有一個新聞 就是那個叫趙育症 大家知道 他當時心情很憂鬱的時候 他躲在家裡都不出去 然後誰電話都不接 當他來趙政來的時候 他一直講電話 一直講電話 到處去跟人家講話 出去的時候 買了六間房子 六間嗎 你講真的房子很燒的 他就要訂房子 叫訂金 對不對 就訂金 可以介紹 這是真實 求認識 對 那種都是生病的 就是他很照正 甚至他會在路上 就找到一個男生 就跟他發生性行為 所以這個是這樣的生病 那我再補充 其實很多這個 都是心理生病的 其實我們的洗腎病人 其實他們非常憂鬱的 為什麼 你會發現一件事 這個病是治不好的 一個禮拜去洗三次 一洗就是洗一輩子 那個心理壓力是非常大的 那他們會尋求一些 有些人去運動 這就比較正面的 那我碰過一個 也是以買東西來 來調節他的心 那是一個六幾歲的一個 一個富人 他非常喜歡買東西 他說看那個電視購物 那他還會跟他那個 同一班洗腎的人分享 說他買了一個 新的保溫杯 新的鍋子 新的什麼 然後會影響到他 左鄰右舍的人 那那一天有一次 我在想這個也沒什麼 反正買的也不是很貴的東西 然後大家心情愉快就好 可是有一天 那個因為他抽血 他營養不好 那營養不好 我會建議他要買一些 洗腎的時候打一些營養品 可是我們要做一個動作 就要打電話 跟他的兒子或家屬講一下 因為出錢的是他兒子 那我就打電話 跟兒子講說 媽媽的營養不好 要不要花一點錢 來打營養品 然後他媽 我發現他兒子面有難色 他就給我看一個照片 你知道嗎 他媽媽的那個房間裡面 那些什麼 什麼保溫杯 滿滿都是 可是幾乎都沒有在使用 那他說他們家 其實他就是他的爸爸 就是我洗腎病人的那個先生 過世之前 有留了一兩百萬的現金 可是他這幾年因為心情不好 一直去電視購入電視 全部都買 而且他買了很多都沒有在使用 那現在已經 那筆錢早就已經花光了 現在只是靠他兒子 跟他媳婦在賺錢 可是他們家狀況也不是很好 所以他要我說 他聽到我說 要買一些營養品的點滴來打 事實上他是面有難色的 那我後來才發現 這個真的很嚴重 要去看一下身心科醫師 這一類的病人 其實都沒有病逝感 他絕對不會說 他絕對 你問喝醉酒 他說我都沒有醉 但是他不會覺得他是生病 後來我就寫了一個轉診單 那事實上是我跟那個病人講說 事實上是去看一些失眠 等等這個問題 然後請他去看了一下身心科 很神奇喔 身心科醫師開的藥肢 他整個人那個情緒變得很穩定 其實變得比較沒有那麼快的 可是那個購物的那個頻率 就真的大幅下降 所以家裡如果真的有那種購物頻率 你家的另外一半 如果購物頻率到 讓你覺得很誇張 帶他去請教一下身心科醫師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